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东尼17分5篮板3助攻 胡人队拉塞尔18分6助攻 农眉15分11篮板2抢断4带帽 李福斯35分6篮板6助攻 士罗德12分3篮板5助攻 布朗12分5篮板2助攻 范德比尔特2分10篮板2助攻 加布里埃尔6分8篮板2带帽 巴村磊8分5篮板 本场比赛李福斯发挥出色 他全场处战30分钟 14投9中 罚球18罚16中 得到35分6篮板6助攻 并在末节连标10分带队取胜 下面就来看一看李福斯的精彩表现吧 在第二节8分17秒时 拉塞尔基地传球 险些失误 李福斯积极就球突破篮下 随后一个漂亮的背传找到拉塞尔 或者不听球助攻士罗德3分命中 通过慢景图回看 李福斯这球仙气十足 场边的詹姆斯也是被小老弟的操作惊艳到了 在第二节2分30秒时 李福斯再次突破景区 高抛卫比连线泛德标 或者空击暴扣 通过慢镜头回看 李福斯这球传的恰到好处 在突破过程中吸引了三人回防 给队友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 在第三节还剩下3分时 李福斯再次站了出来 时间他沿着底线突破 迎着双人夹击失衡上篮打成2加1 通过慢镜头回看 李福斯面对魔术的双状力 毫不胆怯 突破上篮 完成高难度2加1 在末节比赛还剩下90秒时 李福斯开始接关比赛 他先是中投命中 之后又连续走上滑球线 连得10分 杀死比赛 网友朋友们看过之后 都纷纷胜赞李福斯 无愧今天的MVP 吴克曼八真的太成功了